我有看過柯南 你有看過柯南 你有看過柯南跟我有什麼關係 在盪選三週年這天 台北市長柯溫哲來到銀橋國中的 非營利幼兒園繼續推動脫幼政策 就連和幼童同樂時 都能神來一筆想出競選口號 我都想好了 我明年的競選口號 這一票聽孫子的話 你有看過柯溫哲早早擺出競選連任架勢 但國民兩黨還是沒打算放棄台北市 柯溫哲27號晚間到政大演講 說慶夫案難查 因為藍綠都牽扯在裡面 再度挑動民進黨的敏感神經 立委段憶康更表示 如果民進黨2018繼續力量柯溫哲 就是認同他這番法言 他們戰術一向很靈活 即使和民進黨關係不弱2014 民調顯示 柯溫哲滿意度過半 藩綠選民也有41%支持和他合作 希望行政院長賴清德參選 則有25% 在藍營方面 若拿柯溫哲和日前宣布參選的 國民黨前立委丁守中比較 柯溫哲支持度只領先丁守中5.8% 在和上週因成功拖延一例一休 初委員會的立委蔣萬安比 柯溫哲的支持度上升到45.8% 領先蔣萬安的31% 反正就是我跟你講 對我來講每天睡不飽繼續工作這樣 看下一週是 美麗大哥我們到下一天就要是 柯溫哲對民調不置可否 離選舉還有一年 不管是大小市政的推行 還是和政黨間的互動 都有可能影響整個選情